2016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将在10月8日至16日 在中兴新春盛大登场 县府特地举办记者会 向大家宣布这个好消息 县长林明珍也特地担任茶博 在现场泡茶让与会的贵宾品茶 并邀请世界各地爱茶人士前来茶博会 喝好茶选购优质茶 记者会总先由理性知舞蹈艺术教育中心 学员带来舞蹈表演 舞者的头点着碗舞动身体 仍能保持相当好的平衡 碗仿佛黏在头上 丝毫不会移动惊认全场 随后林现场一起与会贵宾 一起启动 2016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谋求 欢迎大家到茶博会品茶以及买茶 林现场表示 一年一度的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即将登场 去年9天活动 吸引逾30万人前往参观 活动相当成功 今年迈入第七个年头 盼在这届游茶博会带动南投茶产业 以及农特产品行销 同时吸引全国 以及全世界更多爱喝茶的人前来 将南投茶产业行销到国际 在10月8号到16号9天的时间 我们也是希望利用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 来吸引观光客 然后带动我们茶叶的促销 那么去年我们9天的时间 就有将近三四万人来到我们南投县 尤其对茶的销售 会带来非常好的成绩 那么我们这些茶笼 来到这个优良的茶笼 到现场来服务 来提供最好的茶 来给我们这些观光客 喜爱茶的来让他们品尝 大家都依照他们的口味 来买他需要的茶 随后 林县长也与所有贵宾 一起到冬天两旁 由县内各大茶区所摆设的茶席 品尝各个茶席所泡的好茶 包括陆古茶区 民间茶区 与水里茶区等八大茶区 而今年活动 以乐和慢品为主题 让民众既有漫步在绿草如印的中心心村 悠然享受着喝茶 平民乐活雅致 同时也延续去年 取水流伤氛围 为达到整体经验效果 特地将取水流伤 移至户外举行 与大自然融为一体 体会古人品茶之乐趣 届时也希望全国爱茶的人士 不要收获这场全国最大 以茶为主题的将年华会